埔里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在埔里镇上的银行疑似有诈骗提款车手 经警方查证后 发现一名造姓男子正要提离75万元 并有两位同行的友人 警方前往银行后顺利拦阻 成功保全民众财产的75万元 经警方将三位嫌疑人 待凡所查证后 发现其中一名提供账户的嫌疑人 提账户内有贿赂三笔大尔的金钱 大概集团是利用 猜猜我是谁假借情有的方式来诈骗 责任得知这些讯息之后 回想之前差点被诈骗的经验 仍心有余悸 打电话到家里说我儿子出状况 要去帮他要付多少钱这样子 然后我再确定打电话给我儿子 结果不是我儿子 葡萄分局表示 由于这次猜猜我是谁假借 亲友借钱的诈骗手法 主要锁定40岁以上的民众来行骗 因此希望借此机会提醒族人 在日常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 只要感到质疑的地方 首先要先冷静后再去厘清问题 并呼吁民众要多关心家中长者的生活 并慎防未显示号码的来电 以及显示号码有加号的电话 也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协助 原事新闻一万大岛南投普利采访报道